就是高雄有一個單親媽媽獨自撫養兩個女兒 平常會把女兒送到托育中心 中秋節過後請假沒有送托 托育中心人員一問 單親媽媽才說這四個月大的女嬰已經身亡 那涉及殺人跟遺棄罪的單親媽媽現在是被羈押 大女兒是由高雄社會局來進行安置 那詳細的內容稍後會有更完整的報導